第263章 即便是相隔千百米的距离 可那股炙热的火浪 依然是让得人满头大汗 硕大的城市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是口干舌燥的 咽泪口唾沫 一股惊悚啊 从内心深处蔓延开来 若是这股火浪 距离沿城再低一些的话 恐怕现在这里早就被摧毁成一片平地了吧 这就是斗黄强者的破坏力 真是恐怖啊 打了一个冷战啊 众人在心中无力的声音道 蔚蓝的天空上 火浪成涟漪状暴涌而出 以爆炸点为中心 其周围所有范围的生物 都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青白火浪 逐渐地蔓延到了几百米之外 方才逐渐消散 天空中 两人一兽 皆是变得极为狼狈 那体型庞大的八亿黑蛇黄 因为体型以及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缘故 所以他所遭受到的冲击 无疑是三人中最剧烈的 在那股席卷而来的毁灭火浪之中 八亿黑蛇黄身体上那坚硬的鳞片 彻底地被崩碎了将近一大半 游黑的身体之上 阴红的熏血不断地渗透而出 然后犹如下雨般不断地滴落而下 破碎的鳞片下 几道肉眼可见的恐怖伤痕蔓延而出 几乎布满了他的整个背面身体 一眼望过去 似乎还能隐隐地看见那森森白骨 八只翅膀也是直接地被粗暴地炸烂了三只 还有一只仅存半边翅膀 鲜血横流 巨大的三角眼瞳之中 嘲讽已然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彻彻底底的金海 凄惨而狼狈的模样 再没有半点先前的得意与嚣张 在距离八亿黑蛇狂颇远的地带 一个通体雪白的冰层罩 缓缓地破裂开来 碎冰掉落而下 最后露出其中那黑袍 几乎已经被焚烧殆尽的苍老身影 此时的海伯冬脸色一片苍白 嘴角还奄奄存有几分血迹 随手抹去嘴角的血丝 他的手掌不自觉地有些颤抖 在先前的那股恐怖爆炸中 海伯冬几乎是拼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 方才在那短暂的时间中 凝结出了四十多层坚硬的斗气冰层 然而这些看似坚不可摧的防御 在那极具毁灭性的清白火浪下 却是几乎被吹咕拉朽一般的尽数毁灭 当火浪穿梭过后 四十多层防御力惊人的斗气冰层 却是紧紧地余下了那即将达到极限的最后一层 这个疯子 疯子 竟然敢这么乱来 想起先前若是自己防御破碎之后的惨败下场 海伯冬脸色铁青 嘴唇一阵哆嗦 声音嘶哑地骂道 然而虽然嘴上在谩骂着 不过连海伯冬自己都未曾发觉 自己内心深处 竟然是对着年龄不过二十岁的少年那 产生了些许恐惧 骂了一阵后 海伯冬目光在半空中扫动着 最后停留在了那悬浮在半空中 不知死活的硝烟身体上 此时的硝烟身体上的黑袍 也是被摧毁了将近大半 那当初云之所赠送的海之心甲 此刻呀 也竟然是被撕裂了开来 一大块淡蓝色的碎甲 缓缓飘落而下 露出其下方 那被熏烤得有些火热的身体 背后双翼轻震 海伯冬闪现在硝烟身旁 望着他那副昏迷的凄惨模样 旋即飘过那淡蓝色的内甲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 这东西的防御力 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显然 先前的那股恐怖爆炸力 若非是有着这内甲的保护 现在的硝烟 说不定早就被当场给震死了 这疯子 第一次使用两种异火 并敢将它们融合在一起 这下倒好 制造出来的东西 连你这主人也不认识了吧 唉 若死在自己手中 还真是一大气温了 望着硝烟那生死不明的状态 海伯东苦笑着摇了摇头 手掌抓着硝烟的手臂 粗略地探测了一番 微微摇了摇头 搞出这般恐怖的破坏 原来也并非是没有代价 现在的硝烟身体 几乎到了一个濒临残破的地步 这还是海伯东第一次看见 这犹如螳螂命一般的强硬家伙 变得这般虚弱 为了我的腐灵子弹 你可不能就这样随便地挂了呀 一手扶着硝烟 海伯东喃喃道 该死的 该死的家伙 你这个疯子 大爷我最讨厌 和你们这种疯子战斗了 一群王八蛋 滚蛋 遥远处 八翼黑蛇黄也终于是恢复了清醒 感受到体内那股重伤状态 他哆嗦着巨大身体 破口大骂道 八翼黑蛇黄心中清楚 先前若非是硝烟 是第一次使用那诡异的清白火帘 而导致准确度 与控制度不精确的话 他丝毫不怀疑 现在的自己 恐怕将会直接进入 深度重伤层次 到时候 轻则实力大奖 重则当场陨落 望着那虽然重伤 可似乎依然还有些能量的八翼黑蛇黄 海伯东脸色微沉 将硝烟护在身后 体内残余的兵系斗器 缓缓流淌着 随时准备应付着 这暴怒中的八翼黑蛇黄 然而 就在海伯东准备着战斗之时 那八翼黑蛇黄 在暴跳如雷地骂了几声后 却是缩着身子 不敢再接近硝烟两人 这般的对迟了几分钟 八翼黑蛇黄残余的赤翼 突然猛的一震 旋即在海伯东 那错的目光中 掉头就跑 骂得 这个疯子 算老子怕你了 以后有你这疯子在的地方 老子可不来凑热闹了 疯子 真是疯子 这次亏大了 绿蛮那女人 若是不增加报酬 老子就掀了她的地盘 八翼黑蛇黄庞大的身体 对着天际飞夺而去 充斥着后怕的骂骂咧咧声音 在天际之上 不断地回荡着 恶然地望着 那竟然是选择了 逃窜的八翼黑蛇黄 海伯东在愣了愣后 玄机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他此时的状态 若是和这位六星斗黄实力的 异兽战斗的话 恐怕占不了什么赏风 更何况 他还得保护昏迷的硝烟 所以 乔德八翼黑蛇黄 自己选择退却 海伯东倒是大松了一口气 唉 今天的事传出去后 恐怕你小子 即使是在斗气大陆上 都是有一些名气了 一朝将凶名赫赫的八翼黑蛇黄 吓得掉头逃窜 这可是连皇室那个老妖怪 都没有的这般魄力啊 转过头 望着脸色苍白 陷入昏迷状态的硝烟 海伯东 羡慕地叹道 唉 恐怖的 一伙疯狂的小子 再度为先前 那毁灭的能量 叹息了一声 海伯东 眉头突然一皱 抬起头 目光在东西两个方向 扫了扫 那里 两股雄厚的气息 正在急速地飞躲而来 这两个家伙 终于是过来了吗 听硝烟以前的意思 似乎和云兰宗 有些恩怨 那还是 带着他离开这里吧 略微沉吟了一下 海伯东 目光在下方 瞟过 然后 一把夹着硝烟 背后 寒冰双翼一阵 身体化为一道流光 迅速地 对着天际之边 闪躲而去 随着海伯东的消失 这片经历了 一场惊心 动魄大战的天空 终于是 缓缓地 平静了下来 然而 平静持续了 十几分钟 两道流光啊 便是从东西 两个方向 急速飞躲而来 最后 停在了天空上 先前大战的地索 流光消散 一老一女的身形啊 现了出来 老人身穿一套 普通的黄衣 鹤发童颜的模样 倒颇有几分 轻易之感 眼睛扫视之间 颇举微眼 女人一身金色的 紧身紧袍 三千青丝 被挽成了 凤凰长鸣之状 隐隐透着一分 难以掩饰的高贵 容颜甜净美丽 犹如幽山中的 一轮清泉 让人在因为 其身份高贵 而心怀敬畏之时 却又忍不住地 生出一分忌惮 呵呵呵 云云宗主 几年不见 风喜斗气 倒是越来越精纯了 这般速度 老夫是望尘莫及呀 望着那雍容高贵的 锦淘女人 老人大笑道 家老的破山斗气 也是越来越霸道了呢 隔着老远 云云便感觉到了 那股霸道气息呢 锦淘女人微笑道 唉 老喽 逼不得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笑着摆了摆手 被称为家老的老者 目光环视了一圈周围 当其目光 扫到那被崩碎的 巨大山峰之后 眼瞳为缩 心笑道 看来我们错过了 一次盛会呀 先前这里出现了 四股不同的豆黄气息吧 锦淘女人戴眉微皱 说道 嗯 有两道气息 应该不是加玛帝国的强者 至于另外两道 与他们对战的人呢 我却不太清楚 究竟是否是加玛帝国的人 毕竟地狱这般大 一些老家伙也总喜欢隐匿 至此都不出现 老者笑了笑 脸庞逐渐有些低沉 说道 不过 先前的那道能量爆炸 确实有些害人呢 我想 恐怕是我 面对着那种能量爆炸 也只有重伤的下场吧 不知道 不知道加玛帝国 什么时候又出现了此等强者 哎 若是有机会 一定要结实一番 老者有些惋惜地说道 锦淘女人笑着点了点头 眉毛随意地在地上扫了扫 片刻后 突然轻哼了一声 六十四章 脸色变幻地盯着手中的淡蓝金属片 这位云蓝宗的掌控者 那田净淡然的美丽脸颊上 破天荒地闪过一缕急切 御手悄然紧握 心中不断地翻腾着 海之心甲的碎片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那小家伙先前也在这里不成 既然海之心甲已经破碎 那他也应该受了极重的伤吧 这家伙 怎么哪里有事都有他呀 目光泛者些许焦急地在地面上扫过 可却是没有找到半点可疑的痕迹 锦袍女人柳眉微数间 言有几分怒意 云云宗主 你这是 一旁 老者乔得锦袍女人竟然这番姿态 不由得已冷 诧异地问道 这还是他头一次乔得这位云兰宗的掌控者 会同时闪现过如此多的异样情绪 没事 被老者的声音惊醒 锦袍女人窍脸上的急切迅速收敛 瞬间后 便是回复了先前的淡然 笑了笑 当这老者的面 将海之心甲的碎片收进纳解中 轻声沉吟道 家老 我想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牵前那四位斗黄强者的确切身份 毕竟 那两位他国的斗黄强者 潜入加玛帝国 应该不只是来游玩这么简单 文言 老者顿时有些诧异地望着锦袍女人 以他的性子 可不像喜欢对这些感兴趣的人呢 先前那金属碎片 究竟是什么东西 心中闪过一抹疑惑 老者呀 身为帝国皇室的守护者 对于这些外来强者的调查 却是属于分内的事 本来他还打算 出口请云兰宗也顺便帮帮忙 没想到他竟然是主动开口 因此 老者也是面带笑容地点了点头 顺水推舟地笑道 也好 下面便是严惩了 墨家总部正好在此处 先收集一些情报吧 美眸飘向地面下的城市 锦袍女人笑了笑 玄机便是率先地 对着严惩之外降落而下 其后老者也是不急不缓地跟了上来 三天之后 石墨城 墨铁拥兵团总部 幽静的房屋 淡淡的檀香营绕其中 让得人精神略微有些舒畅与陶醉 在房间角落的床榻之上 少年眼眸紧闭地躺在其上 许久方才有一次的微弱呼吸 让得人忍不住地有些担心 那口气呀 会不会突然地接不上来 而导致那最悲惨的结果 躺在床上的少年迷糊间 隐约地感觉着周围不断有人来回走动着 许久后 随着几道滴滴的探声响起 缓缓消失 不知道是多少次的关门声响之后 床榻上犹如死人一般的少年 玉手轻轻地颤抖了一下 半想之后 微弱的呼吸终于是强盛了一点 再过的一会儿 睫毛轻轻颤抖 眼皮挣扎着 微微睁了开来 淡淡地柔和灯光透眼而过 硝烟的手掌猛地一紧 努力地移动着目光 将这处略为有些眼熟的房间完全打亮之后 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全身疲软地躺在柔软的床榻上 没有丝毫的力气动弹 微微地喘着气 带着脑子完全清醒之后 一股股记忆迅速地从脑海深处涌出 让得硝烟回想起了事情的始末 受伤了吗 回想起当时那毁灭火浪 席卷而来时的剧痛 硝烟苦笑了一声 清晰了一口略带着弹香的空气 脑子更是清明了一点 缓缓闭目 心神逐渐地沉浸体内 随着心神沉入体内 顿时 一副残破的 几乎让硝烟目瞪口呆的身体内部情况 出现在了他心神注视之下 随着这剧犹如被恐怖力量强行摧毁过一次的体内 硝烟心头猛地下沉了许多 他虽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伤得不轻 可却依然是没想到啊 这个不轻 竟然是到了这种地步 现在体内的这副惨状 若是放在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 恐怕唯一的结局便是彻彻底底的成为了废物 这次麻烦大了 苦涩地在心中喃喃了一声 硝烟的心神顺着那残破的经脉 缓缓地流转着 最后来到小腹位置的弃圈之上 望着那弃圈内部 仅仅残余的几滴青色液体能量 心中再度地叹谢了一声 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细旋中央位置 一个细小的光点微微蠕动着 在光点之内 隐藏着硝烟最大的底牌 清廉地心火 不过此时的硝烟 却是不敢从中掉出一点清火 现在体内的经脉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他甚至不怀疑 若是现在谁在自己身上 狠狠地夹上一掌 恐怕自己呀 就真的彻底地完蛋了 心情沉重地从体内撤回心神 硝烟缓缓地睁开眼睛 哭笑着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半响 硝烟心间突然猛地一颤 他现在才想起来 从醒来到得现在 似乎差了点什么 现在呀 他终于是想起来了 要老竟然没有动静 想起这一事情 硝烟的脸色 刹那之间变得极为难看起来 心中急忙呼喊道 老师 老师 呼喊持续了几分钟 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思考的回应 而硝烟的心 也是随着要老回复时间的延长 而越加下沉 出事了 嘴角微微抽搐着 硝烟猛然间地感到口干舌燥 一股恐慌的情绪啊 悄悄地从心底蔓延而出 这种恐慌 就犹如是几年之前 自己从天才 一夜变为废物的那一刻 所产生的恐慌一模一样 自从与要老熟食以来 只要有他的存在 硝烟心中啊 便是无比的踏实 因为不管怎样 他也清楚 只要有要老在 那么他便绝对不会 让得自己真正的死亡 而如今 要老突然杳无音信 这让得一直将他 视为依赖的硝烟 真正的感觉到了一股 难以掩饰的恐慌 紧紧地咬着嘴唇 硝烟费尽全身力气 抬起手掌 当他瞧得手指上 那枚安然无恙的 黑色孤朴戒指之后 方才轻松了一口气 努力地将心中的恐慌 压制而下 硝烟再度闭上眼眸 灵魂力量 在身前结成一丝 然后对着黑色戒指 触碰了去 当灵魂力量 刚刚接触到黑色戒指时 一股庞大的吸力 猛然地自其中爆发而出 玄机在硝烟 猝不及防之下 将之吸进了黑色戒指内 灵魂力量的触感 先是已黑 紧接着便是出现在了一处 充斥着蛋白光芒的圈罩之中 在那圈罩内 要老那虚幻的身形 正漂浮在半空 笑盯着硝烟那一缕 弱小的灵魂力量 小家伙 你终于醒过来了 要老飘进硝烟 笑道 老师 您没事吧 乔得要老的身形 硝烟心中的重视 这才落了下来 不过 虽然心中轻松了一点 不过他并非是笨蛋 以前要老和他说话呀 直接就能在心中对话 而现在 却必须他进入黑色戒指 方才能交谈 由此可见 要老的情况应该不太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要老笑了笑 手掌轻拍了拍硝烟 那由灵魂力量而构成的虚幻人影 欣慰地笑道 好消息便是 我很佩服你 你所创造出来的那佛怒火灵 毁灭性的威力啊 即使是我也为之感到惊叹 日后 你若是能够将之创造完善 我想 同等级之中 你应该是再无敌手 硝烟脸庞上没有喜悦 佛怒火灵威力的确恐怖 可使用它的代价 也同样是恐怖的 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至于坏消息 或许你应该已经发现 自己那被破坏的一塌糊涂的身体内部了吧 要老笑道 嗯 很严重 基本快要崩溃了 哈哈 伤势啊 虽然严重 不过 只要调养得当 会逐渐恢复 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一个修养程序 待会儿啊 我会传给你 只要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 你会恢复到巅峰的 要老笑了笑 说道 那老是你呢 敏感地听出了要老的一丝悬外之音 硝烟急忙问道 我 或许这才是最大的坏消息 虽然呢 你成功地创造出了一次堪称完美的爆炸盛宴 不过 那可是抽取了我将近70%的灵魂力量 加上最后还在那火浪中保护你 我的灵魂力量啊 几乎被消磨殆尽了 要老苦笑道 文言硝烟脸色狂变 那由灵魂力量所凝聚而成的虚幻人影猛地拨动了起来 别急 虽然灵魂力量被消磨殆尽 不过并非不能恢复 只是我可能要像以前那样沉睡一段时间了 要老柔和地盯着咬紧着嘴唇的硝烟 笑道 以后的一段时间呢 或许老师不能再继续保护你了 一切的事情都得依靠你自己了 望着那笑容安详的耀老 硝烟眼圈突然红了许多 拳头紧紧地握着 低声嘶哑地说道 对不起 老师 硝烟心中清楚 若非是自己一意孤行地 想要融合异火 那么 要老的灵魂力量 也绝对不会被吸收殆尽 而现在也不用以沉睡来回复力量了 哈哈 不用自责 只是沉睡一段时间而已 又不是彻底消散 你所创造的佛怒火莲 我很满意 我的学生的确非同常人 拍着硝烟的肩膀 耀老大笑道 好了 剩余的灵魂力量 快要使用光了 你出去吧 清灵的事啊 不需要担心 那绿蛮不会像墨家那样 对待他的 放心吧 要老的身体 突然变得虚幻了许多 他对着硝烟挥了挥手 笑道 老师 保重 双膝缓缓地 桂立虚空 硝烟红着眼圈 头颅对着要老 重重地磕了下去 欣慰地望着 那经历这番变故 彻底脱离至嫩的少年 要老含笑点头 虚幻的身体 终于是逐渐地 完全消散在了光圈之中 小家伙 希望等我苏醒过来时 能够看到一个 彻底成为强者的弟子 戒指中 我存有一些 古灵冷火 若是危机关头 可以使用它们 另外 从认识到现在 老师对你 非常满意 蕴含着些许 期盼的淡淡笑声 缓缓地在光圈之中 响彻着 久久不散 缓缓地站起身子 硝烟望着空荡荡的光圈 哀伤地 深吸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 他便要是 孤独地面对着 整个世界了 等下吧 小红费 是 小终 小小子